柯宇 你是第一次演古装吗 是的 那你期不期待你的造型 期待 过来看看 我们两个就是因为落单 所以在一起了 这就是缘分和宿命吧 这个 宁太臣 宁太臣 不错 不错 很书生 你坐这 来 没事 你这个 对我 我就盘上盔了 对 和英姿姐接触的时间 没有凯西姐长 我们之间交流和互动的 不是很多 是不是 眼睛 还有她嘴巴 我在干嘛呢 这是 你在想念小倩 在想 昨天晚上见的那个女孩子 什么时候可以再见一面 就是这个 英姿姐是那很红色的聂小倩 就是感觉张力非常 视觉就是冲击也很大 在旁边的感觉就是很 就是那样 怎么说呢 我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 其实我跟柯宇 我就特别想引导她 让她就是放松下来 把这个内心打开 希望她能多表达一些 但是我觉得她其实 就是跟凯西姐姐的那种感觉 更默契吧 那我们要不就直接看一下你们的成片 好 好 这还挺 命才成 这张好 这张好 都好 这跳起来了 这张照片 要感谢那个后期修片的老师 应该是把我这个手修进去了吧 对吧 因为当时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牵着手 然后跳了很多次 我都塞不进去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3 2 1 3 2 1 3 3 3 2 3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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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4 5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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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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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好 可不可以切女魂 感谢感谢 哇 这个好看了 好 果然进入了三比三 师妹 我就把你们菜散吧 红色 好 所以恭喜范世奇和李怡童 你们的组合所组成功 哎呀 怎么没猜呢呀 怎么没猜掉呢呀 所以我们恭喜胜出的三组 剩余的四组 就要面临将被拆火的命运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 港影IP的发布 OK 接下来由我来公布下一个任务 香港电影中 一对对黄金搭档与默契演技 成了一部又一部经典影片 这次我们以搭档形式 挑战翻拍四部经典IP 他们分别是 星月 大话西游 甜蜜蜜 千女幽魂 哇 这一轮的戏我都很爱 星月那个故事特别可爱 如果情境不够逼真的话 甜蜜蜜会比较难演 对 很难 这样压力才大 现在按照剧照排名第一名 何宇 沈月 你们可以先选 很担心自己想要的剧目被选走 我们就选星月吧 翻塞凯 哎 一同 还有许卫舟 谢您 可以选择了 其实我们两个第一选择就是星月 星月 阿北抢了 我们第二选择是大话西游 好有勇气 我们就选择甜蜜蜜吧 在座的霸会很遗憾 你们在剧照环节落败 没有守住自己的组合 必须进行菜组 需要在现场重新选择一位异性演员 进行搭档组合 现在你们可以商量分组 各位加油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重新组队 是 我们肯定是拆的了 肯定是拆的了 哇 这真的是 我跟杰琼呢 我们俩在海报的拍摄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好的默契了 也有很多很多就是彼此的了解 还是蛮遗憾的 可能我下次还会跟他合作 我们回头见 哎 我从头到尾没想过会被拆CP 很荣幸的去跟小琴有这样的合作 结果拆开了就还是挺遗憾的 对于我来说 我这凯琪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很遗憾没有呈现一个作品出来 终于好运 好难呀 这个真的太难 本来我的选择就是志廷哥 想再跟他继续合作一下 在重新挑选拍档的时候 我就还是想挑凯琪姐 一直以来 其实我都把凯琪姐放在了首选 因为前面有被拒绝吗 我想我跟你说 我这次不能同意 然后我就感觉 会不会还拒绝我 这种就挺害怕的 所以其实那个环节 突然下来之后 还要就是要大概反映一下 我有想过他会不会主动来找我 有我有想过他会不会主动来找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